安安店長來跟大家分享 屏東西就在這個樣子單元 把屏東特有的水果 全國第一名的水果 也讓大家知道 它的整個生產季節 包括它的加工 附屬的一個相關產品 像每一個箱子裡面 都可以進去開箱 我們還有一個 這個農業的小學堂 現場教學 也請大家一起跟著我來走 這個在現場大力推銷 自家好物的營熱店長安安 正是屏東縣的大家長潘莫安 透過生動的講解 與來自各國的外賓官員 介紹各個主題整區 其中特色農業區屏東西 以農業大縣角色 結合文化創意的轉型經驗 讓屏東學 屏東人 屏東選三面向 重新串聯設計觀點與地方產業 期盼透過設計 轉化在地農業 打造屏東超級品牌 透過包裝設計 把屏東從這個產地 到這個參洲怎麼樣的過程 農民栽種的過程做環境教育 那結合了生物科技 也把我們在農業上的這種 這個伸展力 包括它的研發能力創造力 把它變成是一個非常亮麗的產品 那把一些提高了農業的附帶價值之後 也讓大家更了解這些屏東好物 屏東西 縣長除了擔任店長角色 還親自為大家服務 提供外賓現場品嘗新鮮屏東果汁 大伙皆對屏東優質農產及獨特的設計創意感到驚豔 而此次台灣設計展 竹展區 台唐縣民公園超級難設計超市 戰期從10月5號展開 將持續到10月20號 現階段也有不少學校團體提前預約導覽 也吸引民眾捲響入場 它這邊展場的這個 像那邊的那個手推車啊 跟那個前面水果那邊的那個展出的方式 就是蠻新奇的 我覺得蠻新奇的 就以前沒有看過這種方式 拓展觀光的那種就是設計啊 然後有去精心安排這樣 展覽的方式還蠻新奇 就是比較現代 然後就是包括這邊的佈局什麼的也是 然後對 我覺得很好 設計超市集結了五大展覽 一家設計賣店 包含有各式生活文創 小農產品 好評便當等 並規劃參展配偷遊城 希望大家能藉此機會來評論玩 每一個玩 每一個主題 都有它非常多的設計的故事 把屏東的軟實力 結合了我們生活的情境 把我們生活情境裡面 所有的東西呢 透過這樣的包裝設計 讓大家更了解屏東 更愛上屏東 是我們也做了一些配套的 這個旅遊措施 讓一日遊 二日遊 三日遊 讓大家更了解屏東 而不是單一一個點 而且更愛上屏東 現場也強調 今年台灣設計展 除了主展區外 屏東夜夜場 勝利新村 創意生活園區為衛星展區 同時涵蓋屏東美術館 竹田西市樂製園區 兩處設計熱點 皆免費參觀 歡迎鄉親踴躍來參展 屏東樹不停洋正義採訪報導